中芯国际科创版上市在即 事件驱动带你提前布局相关概念股 近期,中芯国际概念股炒作的甚是火热 市场都在等待中芯国际何时上市 近日终于迎来了中芯国际的回应 现阶段,中芯国际回归A股绝不是简单的股票市场动向 更多的是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发展的各种限制情况 中芯国际登陆科创版对吸引优质半导体公司 从海外回流或新上市融资更能起到模范作用 今年以来,同花顺iFND终端事件驱动功能显示 中芯国际概念出现过两次异动 第一次新闻异动为5月6日 当时正值中芯国际已申请科创版IPO 消息刚放出,事件驱动功能即出现明显异动 另外,截至7月15日收盘 受中芯国际公布16日在A股科创版正式上市新闻影响 同花顺中芯国际概念新闻指数有上行趋势 未来可能会立好相关概念股票 建议及时知悉事件驱动异动信号 提前做好相关股的布局